重回傷心地 女兒依然無法接受事實 因為就在前一天 她親眼目睹爸爸砍媽媽 母親重傷 父親身亡 如今還得獨自面對殘局 小姐 家裡怎麼發生這樣的事情 可以講一下嗎 當時救護車趕到現場 女兒抱著媽媽坐在地上不斷哭喊 因為母親被父親連砍多刀 頸部和左側腰部傷勢嚴重 他們是那個坐五斤類的 這要不錯 車廠房等著車不動車門 為了錢起了殺機 這名六十一歲富商 在彰化開五斤工廠 地方上有頭有臉 連同土地市值大約三四千萬 但每次應酬喝酒 就會情緒失控 毆打妻子 太太在兩個多月前申請保護令 但就因為如此 擔心家產落入別人手中 砍殺太太又自殘 太太到這裡啦 她在這裡說 我的死我救命 鄰居說富商開五斤工廠家境不錯 出入都開進口車 沒想到為了錢為了家產 竟然動手砍殺妻子 甚至當著女兒面前丟汽油彈 夫妻倆雙雙送醫 看人的丈夫喝農藥送醫不治 妻子還有生命危險 為錢釀成悲劇 謝謝陳思源 彰化報導 謝謝陳思源 彰化報導 謝謝陳思源 彰化報導 通宴彰化報導 谢谢大家